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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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谨慎地答道 我尽管在共产党内 将来校长一定晓得 我能为国家做什么事 当着蒋介石的面 林彪不敢长谈 他表示有一些意见 想通过蒋的心腹详谈 然后转达给蒋介石 将集传唤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 也是黄扑声 当着正面说 林彪同学有些事情 要与你充分交换意见 郑介民及与林彪在嘉陵江畔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 做了几个小时的长谈 随后 郑介民向蒋介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 六十年代陶西盛查阅过这份郑介民所写的长报告 至今仍保存在台湾阳明书屋 六十年代蒋介石断阳林彪不会忠于毛泽东 是基于抗战时林彪在他面前的直言不讳 而且讲手里头也确实掌握了一份 有关林彪所述意见的长篇报告 林彪死后 蒋介石很难过 几次对秘书陶希胜提起 可惜当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这条内线 此后 国际上发生了一连串事件 蒋介石身体也一天不似一天 他在 自然到反攻大陆 实在是饶不可及了 返回搜谷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其实我研究道理 是生活质远在南洋地方